大家应该都知道,最近这个甲硫呀,可以说是来势汹汹,好多人都已经中招了,甚至有人说呀,感染了甲硫,感觉比羊了,还难受。 专门针对甲硫的特效药,奥斯塔维,已经从一百多一盒,涨到了三百多一盒,贵不说,关键呢,还买不到。 这一幕是不是似曾相识,其实奥斯塔维抢不到不用急,有很多你家里囤的中程药,一样能用。 今天崔医生总结了五个中程药,第一个是金花清感颗粒,这个药有疏风、喧肺、清热解毒的作用。 如果你出现了感冒症状,发烧,怕冷,全身的肌肉酸疼,还伴有头疼,嗓子疼,咳嗽,鼻色,流鼻涕,嗓子干,嗓子疼等。 伸出舌头一看,舌质是红的,舌苔是黄的,或者是黄腻的,就可以参考个金花清感颗粒。 第二个是正柴虎影颗粒,它的主要作用是表散风寒,解毒止痛。 如果你是发烧,烧的时候不出汗,头也疼,还有鼻色打喷体,嗓子痒,咳嗽,肌肉酸疼,难受,就可以参考一个正柴虎影颗粒。 这种人的舌头呢,都是淡红的,舌苔是薄白的。 再一个呢,叫射麻口服液,那如果你是咳嗽的比较明显,咳嗽有痰,痰的量还很多,又黄又黏, 还总感觉呢,胸闷憋气,嗓子里有痰明音,有的人啊,还伴有发烧,有的人不发烧啊,一般舌头是红的,舌苔是黄的,或者是白的。 可以参考一个射麻口服液,清肺化痰,止咳平转。 第四个,莲花清咳片,这个药呢,有宣肺泄热,化痰止咳的作用。 如果你也是咳嗽为主,有痰,黄痰,或者是白痰,同时呢,伴有嗓子干,口渴,心烦,胸闷,大便还干结。 一看舌头呢,舌质是红的,舌苔是黄腻的,就可以参考一个莲花清咳片。 最后一个是霍香正气胶囊,有的人呢,感冒以后,胃肠道症状比较明显,腹痛,腹胀,还有腹泻,肚子里胀满不舒服, 还会伴有呕吐,头昏昏沉沉的不舒服,有的人还会有发烧,全身酸疼,就可以参考一个莲香正气胶囊。 好了,这就是崔医生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,如果你分不清自己的情况,不知道自己适合哪一种,可以让专业医生来帮你。 那我们下期再见。